台湾好行西头县是相当热门的路线 目前在西头园区也正在新建型的转运站 但是因为路宽不足 行车动线不畅 县长许淑华特别会同地方的明代 以及客运的代表前往会刊 而周边的商家也借这个机会 向县长陈勤停车管理的问题 西头一直是民众避暑的好去处 台湾好行西头县更是受到民众的欢迎 客运业者就在疫情期间 在园区内新建型的转运站 但是因为路面狭小会影响到行车动线 县长许淑华特别前往会看了解 那原本既有的计划道路是已经比较早期在规划了 已经是不符现在的情况 那我们目前的初步估出来大概要1500多万 我们县政府这边会赶快的向中央来申请 假设如果中央没有办法来补助这条 我们会在明年的预算 我们也会匡列经费起来 那希望赶紧来协助我们彰化客运 把他们在这个交通的整体的运输的功能 可以把它做到完整 也因为未来要退款的道路 会经过西头的商店街 周边的店家也希望县长可以帮忙 我这回丁情就是说 我们这个台大来交互管府 因为你们怎么度质结果 我们这些百姓我们完全都不满 港业要开始来给我们求情 我们感觉很不合 非常来感谢到我们友好 我丁情三天而已 阿姨华达 要邀请官长来亲身来 我们商店街给我们做一个关心 商店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众来采买的地点 现在台大也希望来收取一些停车费用的管理问题 那我们也会来跟台大来做协调 希望透过呢这些商店街 有一个更加自主性的来管理 让他们可以有上下货的这个空间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让我们整个的园区 这边有更有效的管理 在西头不仅县长第一时间也就跟 我们这个商店街的会长跟群众 他还共同来研讨 他还这个包括停车会的规划 跟如何在这边的转型到能够 透款让这里的空间能够更加火化 那我同样的未来我也希望说能够进入中央 来协助县府 还有包括这一笔经费 以及说各式其他的经费 能够一起来协助南投县更多的发展 另外西头自然教育园区的停车场 从8月1号开始改为电子收费 在现议员油耗的争取之下 陆古湘明可以带着身份证来登记车牌 欢迎民众可以多多利用 记得顺便南投县的藏伙报道